我是紅潮 那再介紹一隻SP瑜伎的陣容 那為什麼呢 會說SP瑜伎呢 能對抗這個 SP月音司馬岩的陣容 是因為你看 這次SP月音 先發招了 但他先發招以後呢 其實瑜伎是能夠後發先制的反制 再看一次喔 瑜伎會先上高昂 然後司馬岩 在發動暈劑 所以高昂這樣子反而是 讓司馬岩自己被暈了齁 那就算搭配在 袁紹的這個 覺醒劑的時候 也會因為高昂而反彈回去 他也會自己被封印住 所以其實 這樣子打的時候 你就一開始不會被暈了 也不會被封印了 他剩下許楚 所以這一次瑜伎你要說他爛嗎 我是覺得 其實他有更多的功能 他並不只是著重於他的 傷害性喔 而是他的效果 高昂和加怒其實都很有機會去 反制SP許楚 許楚的陣容我覺得 他的勝率會因為瑜伎而大幅的降低齁 那也可以看一下 前排 曹仁黃蓋魚番 都是超硬的角色喔 基本上要打死他也是很難 而且其實 左邊的人呢他還是55等 打的是妹子只有45等 有等差 那傷害其實會 更加的痛還是齁 所以我就說真的也可以考慮 用瑜伎或者是巡羽 兩隻都不錯 主要呢還是要看在你自己有什麼樣子的 角色 什麼樣子的想法 什麼樣的需求 你需求的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需求是打贏虛楚 那你用四猴也有耀山的話 我覺得 瑜伎都可以放在這兩個 裡面齁 那都還蠻有機會打贏虛楚的 對 所以其實把它想成功能型會是更好齁 那需不需要用火 的五行呢 在瑜伎上面 我是有用 我覺得 他還是蠻有機會去 反擊殺到人 雖然不是很長啦 但是 有些時候 一殺到人的話 也是足以改變 戰況的 對 那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基本上妹子是可以 滿血玩瘋 SP許楚 司馬岩 袁紹正的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